好 现在台中恐怕也有很多人吃不饱 睡不好了 主要是因为第四度江城会倒数在即 那么现在很多政治人物都来抢风的搏板面 那么最敏感的旗帜之争呢 没想到是被这个国民党籍的市议员拔得头筹 他是赖顺人 抢先悬挂了一个大大的国旗 在距离两岸会晤的饭店不到100公尺 悬挂这个地点也挑过了 正是陈云林车队的必经之地 务必要让陈云林看得到 连斗坑屋外墙只见工人在钢架上 爬上爬下挂帆布引起路人好奇围观 不过这块布纠结在一起却看不出来 色泽和图腾到底是什么 答案揭晓这边墙上悬挂两层楼高的巨型帆布 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路过的民众纷纷抬起头 看了看还比出了大拇指 他来我们这边开会 但我们那个还是要 相当我们的主权 这样才是应该对的 所以我们应该用国旗欢迎他对不对 对对对那个很棒 正当各界为了旗帜问题吵不停 市议员干脆筹来五万元做国旗 甚至看板一租就是三个月 国旗还挂在距离江城会会晤饭店 不到一百公尺的地方 指导敏感神经 他代表了我们的国家 象征我们的全国人民 所以用这个方式来欢迎 我觉得是妥当的 赖顺仁本身也是国民党籍的台中市议员 但他却一点都不担心巨型的国旗 高高挂会引来党内外更多的杂音 没有针对任何人 如果陈云一来 当然我们这次是陈云一来 我们这个方式欢迎 下一次如果是从非洲来的 我们也是这样子欢迎 江城会在节 蓝营市议员毫无必重 旧情重口味挂国旗 只为了消异争议 但就不知道陈云一来 经过这里看到这面国旗 做何感想 最近我韩志清张军栋台中采访报道